縣政府蘇意景光所推廣風土植栽 讓植栽既要考量自然環境 更要廣納地方人文歷史 甚至是發展歷程 進而成為形塑地方特色的主體 那我們透過風土植栽的一個盤點 還有我們在地文史的一個脈絡的一個探訪 那我們也學生們非常努力 在我們六位老師的帶領之下 也已經有初步的成果 那也希望把這樣的一個理念 跟實踐的一個方式做一個呈現 那從今天開始我們開展之後 大概為期一個月的時間 那大家可以到我們楊四方林園這邊來 來欣賞我們這個學生們 他們的一個這些相關的一個成果 為此 縣政府從今天起到3月16日 特別聯手中原大學地景建築學系 在楊四方紀念寧原大草坪 共同舉辦風土植栽的理解和實踐展覽 以自然素材搭配創意的展示設計 彰顯植栽的多樣風情和多元價值 數據所本身這個所在環境地的周邊的大家的使用 空間的使用以及它的文化歷史意涵 那學生在透過六個禮拜的學習當中去發掘他們有興趣的議題 然後把它呈現在圖面上以及短片上 希望透過這個展示跟在地的夥伴們有一些互動 讓這個教跟學還有實際的反應能夠真的變成一個可以實質改善的動力 楊四方紀念館正好就位在我們宜蘭市非常舊城的一個重要的景標 地標 那附近有舊城西路 必殺街 城隍街 不只是有人文歷史的這樣子一個故事 那相對的呢 我們在這個綠美化的部分呢 我們也非常的注重 能夠結合學生跟我們在地的這些地景人文能夠做結合之外呢 透過今天的座談會 我希望可以讓我們社區更加務實的實質的一些理念跟概念 可以讓我們三位立 和中三立 這些立民來結合 書域警官所強調 後續會和縣內各單位持續溝通並且積極合作 期盼賦予傳統綠化宜蘭為底蘊 進而轉化為嶄新的執災景觀多元經濟 宜蘭東部執災在 宜蘭新聞記者 賴福新採訪報導 班 코� 李朝宇 班 班 閺 翼 李朝 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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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旦 班